你要畫這個Apple的話可以吧 這個沒有現成的形狀 這沒有現成的形狀 所以你還是要用 他會問你 因為他裡面有 有一個圖片 所以會有 你要用哪一種模式 一般以來最常用模式是CMYK 因為通常用在印刷比較多 當然你說我用來做飛雪動畫 畫物件也是可以的 不過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用用在螢幕上的一定要用RGB OK嗎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這個地方的已經幫你準備好了你看 Photoshop裡面圖層有沒有 背景有沒有鎖頭 這裡也有沒有一個鎖頭 所以如果說你萬一不小心 動到這個圖層 你可以把它鎖起來 這樣就不會不小心動到他 你可以還是可以看到他內容 只是說沒有辦法去移動 比如說你看 這樣就沒辦法移動 有沒有 沒辦法選 好 他這邊我們已經幫你準備一個圖層 那你去畫 等於說 還是在瞄圖啦 還是在瞄圖 那你要用哪一個方式來 是不是用鋼筆工具 鋼筆工具裡面 有沒有發現跟Photoshop幾乎都一模一樣 轉折我們有用過嗎 就是讓他轉一個角 左右本來是左右兩邊是一起翹翹板 然後轉折就是讓一邊獨立一個 好 那我先把顏色設好 這個有沒有外框 這個如果再畫一畫可能就被那個蘋果吸打了對不對 好 OK那我就先把顏色先來 如果你 不要用這樣選你就先用低管吸也可以 反正吸的上面是又變顏色的 好但是不要外框的 OK 點到他 那這個放大一點來看 把你的導覽器 貼出來 放大一點 是比較好畫 反正他放大也不失真嘛 好 那這個你要怎麼畫比較好 安捏 安捏 這個 前後是一定會有點啦 好那你看我們把它先拉一下 是先拖曳先管左邊 我從左邊畫過來 我從左邊畫過來 好一畫 到這邊 或者你在這邊 也可以 一拉 有沒有那個形狀跑出來了 跑出來之後現在我左手邊是不是要固定 左邊要固定 右邊是要轉進來 所以按住哪一個 是不是ALT 是不是轉進來 好那轉進來就會決定這邊的曲度 好 放開 回來 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按了圍料 兩點 還記得我們 上次有練習過兩點乘一個圓 有印象嗎 就是像這樣子 請看看 節雷節來 好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 可不可以用白色箭頭 因為白色箭頭點到他 是不是這兩個點就看到了 那你先在旁邊點一下 再點進來 因為這樣 你有發現這就 我剛進來是兩個點都是紅紅的 十星的 現在 有點到會變這樣 來看一下 有點到 這邊的話會變成十星的 沒有點到會像這樣是空星的 會像這種 會是空星的 這樣OK 好 你仔細看一下 因為 有發現這是十星的 這是空星的 表示我現在點到的是這個點 OK 編輯的 好 好 像這裡 是不是這裡不太滿意對不對 這邊不太滿意 所以 你的那個什麼 你稍微找一下 你的那個 轉換工具 來用一下 因為這裡拉 沒有把那個線拉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一拉 有沒有拉出來了 這邊 先固定好 我現在是這邊固定好了 一樣喔 這時候 因為你已經用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現在是不是在轉換工具 你不用在那 Router 因為我已經在轉換工具了 所以你只要 點到這裡 是就個別移動了 這樣了解意思了 好 OK 那我現在 重新再把那個點 拉上來一點點 點到它 拉到我想要的位置 拉這裡 這裡也可以用 對不對用這個也可以調 OK啦 好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你看一下 它的那個 所以你的曲度就可以比較方便的調的比較接近 那 塗層本身 這裡 我們稍微拉開看一下 有沒有 這樣OK嗎 所以葉子上 蘋果就比較難對不對 因為點會比較多嘛 但是蘋果還是要吃的 現在是不是要把它移開來才看得到對不對 那 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看這邊有一個 你點兩下你會發現它會跑到一個面板這邊來 它現在把這個面板 拆成這樣有點奇怪 來 這邊有沒有一個 不透明度 你可以把它的不透明度稍微調低 這樣就可以看到下面 只是因為我現在顏色是一樣的 我換一下 OK嗎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稍微看到下面的東西 當然它這邊有那個混色模式有沒有 這個 這是那個混色模式 混色模式 只是 它的混色模式就不像photo笑那麼多 因為 向亮的沒有辦法做那麼多種 向亮的沒有辦法做那麼多 這樣 至少你可以看得到吧 你看到這邊來 有沒有 真的是半透明的 這個是方便你 有時候你要瞄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把那個圖 就是那個圖層的 稍微調整一下 稍微調整一下 OK嗎 好的時候我們要來畫蘋果 請各位吃蘋果 這個要吃 不太容易畫的 剛開始 剛開始不太容易畫 那你現在在這邊的話 比如說我在這裡 你現在在這裡也是可以的 不過我可能會下在這裡 那 好 我就用 這個顏色好了 從這邊 一拉 一拉 到這裡 或者到這邊都可以 一拉 有沒有一個曲度跑出來的 OK的 換到下面這邊來的 換到這邊來 我就 一拉 到這邊 我看到這裡 一拉 那這裡是不是要稍微轉一下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角度先決定好 換到這邊 我再來這邊 一拉 哇 太遠了 來 你可以用倒退鍵 那因為我現在是不是有填色 所以它會中間就自動把你弄起來 如果你只有路徑那就沒差 反正就只有路徑而已 好 在這邊 等一下 如果你要接 記得 這裡 等一下 哇糟糕這樣不能接著 點到它 這樣不能接 等一下 我先把它拿掉 再一次 其實你會發現那個圓啊 越圓的 我們就是怎麼樣 盡量 角度會 抓得比較遠一點 角度抓得比較遠一點 好那你到這邊 我這樣差太多 沒關係 等一下再來調 因為你到時候點如果不夠啊 可以再增加 像這個就很明顯的 一定要用轉角 對不對 Alt 繞進來 繞進來 然後在這邊 一點 一拉 好 再按Alt 繞進來 再繞進來 好到最後一點 結束 這樣可以吧 好那一樣 你再用這個工具 去做一個調整 比如說以這邊來講 這個應該是拉上來一點 這個下來一點 那如果 一樣透明度 稍微做一個調整 你就比較能夠 看得到下面 OK嗎 來 畫面還給你